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这次我们要看到天堂W4月第4周的更新内容 这礼拜的更新重点在于 风龙窟的第二阶段改版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放了林德拜尔的团战 入场方式,你需要使用一个迪亚勒的肩甲 交给林德拜尔基地移动管理人 就可以开启传授门 每周可以开放一次 最多副本里面可以容纳100位联合成员 里面不可以记忆坐标 也不可以使用瞬间移动 为了纪念风龙窟林德拜尔更新 在5月8号星期三维护前 击杀堕落者迪亚勒将确定掉落迪亚勒的肩甲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挑战风龙林德拜尔的话 你必须在你那一个分段的区域 成功击杀堕落者迪亚勒才可以获得迪亚勒的肩甲 好,再来本次为了庆祝风龙改版 他也新增了最新的粉变 屠龙者乌尔坎 这是一个跟风龙有关系的屠龙英雄 能力只有三个 势龙者的威势 势龙者的愤怒 还有适用的执念 然后粉变的素质也是非常的逆天 接着呢,娃娃的部分新增了一张神话级娃娃 两张英雄级娃娃 以及三张稀有级的娃娃 神话级娃娃是风龙林德拜尔 他的能力是林德拜尔的迅速 红娃跟蓝娃的部分大家就看一下哟 然后这一次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制作内容 叫做幸运稀有精进箱 还有幸运英雄精进箱 他可以使用白舞房或者是驻舞房来制作 箱子里面可以分别开出蓝布碎片 还有一些结晶材料 是这周因为因应了活动道具的更新 所以原本的灿烂面甲制作家户的内容 就变成搭配了甘特的恢复药水 再来这边新增一个新的便利性功能 就是在获得人进卡片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从道具上面看到 您是否获得这张卡片了 第二个就是护身符强化几率为100%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是否跳过动画 再来第六个内容就是林德拜尔的更新纪念 风龙的支配者 第一个是不屈的挑战者 你只要在活动期间内 你们的联合有开启的风龙的挑战 不管你们是否急杀风龙林德拜尔 只要你在期间内有完成一次有效打击 就可以获得一个林德拜尔讨伐选择箱 那这个箱子里面 你可以自选是传说魔法娃娃挑战券 或者是传说变身挑战券 好再来第二个任务是风龙的支配者 你只要活动期间内 最快急杀风龙林德拜尔的联合 就会获得一个林德拜尔科硬防具选择箱 箱子里面可以自选林德拜尔的力量 林德拜尔的权源 还有林德拜尔的魅惑 再来第七个内容就是开放了风龙库的活动地间 你在地间里面可以取得击退铸币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些铸币换取相对应的虚保物资 接下来就是团结黄金箱的活动 在期间内团结凭证获得量增加两倍 并且团结成长果汁制作出量也增加了 每周从20个变成30个 最后就是促销商品的更新 本周的制作改为纸装还有部分的纸记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4月第4周天堂W的更新内容 后续如果更新的活动相关内容 我会再跟大家做影片说明哦 我是丁丁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